近期香蕉材料过剩导致价格大跌 让农民收益大受影响 为此在本日定期会中 县议员检持圣野渐年县府 要与各农会来研议配套措施 保障农友权益 中辽的香蕉现在一公斤是多少 一公斤十一块 算是最好处的 中辽的药的香蕉 南部的香蕉一公斤 我们说一公斤的 收八块 中辽到三年 这次种的香蕉都死了 真的 整代香蕉没有一千块 这些农民很可能 你把什么配套措施 我希望我们军政府 我们农业储人民 会用到农会好好 去了解 去搭配 先议员蔡宗志也指出 今年因新冠肺炎 县内相交易许多农产 销售大受影响 也希望县府能够邀及各农会 来研议办法 提升农友们的收益 不管是说是 香蕉也好 还是王来 台北 顶顶的 很多农山民 在今年的 小楼都很差 尤其是说 今年就是 去遇到这个疫情的关系 多多接受都有影响 希望说 什么农会出这边 更用心 去遇到我们 去遇到我们 13顶 红顶农会 尤其到我们 伦农会 终中来遇到 遇到整个 看市民说 我们这些农山 要如何来销 还计划 更稳定的 不要说让农民 近一年的 成功 都不贪钱 都了解 而对于香蕉价格 大跌的情况 先议员吴对方 也见年宪府 能归化江香蕉 高加工制成副产品 来销售 为农民寻找新铜路 我们来销售一下 是不可以用加工 加工 香蕉冬也可以加工 香蕉跟 加工尾 香蕉冬 这个也蛮好吃的 对吧 还有我们什么 你像鳳梨 应该 几个年纪 鳳梨都倒在 像香蕉也是一样 对不对 是不是能够用 这个加工 这个部分 来加工 跟来销售出来 这个也是个方法 对吧 在本日定期会中 对于县内相较于 诸多农产 销量不佳的问题 多位议员们 也都呼吁县府 要积极与各农会 来研议配套措施 推广县内农产 保障农民权益 记者卢宇凯 南投县议会 采访报道